像現在呢 登登 球是不是要上來啦 到這邊又要上來了 所以球再上去 所以弄錯 球在這裡要上去 好就選移動 球 好那手又回來 手這樣壓下去之後 手要回來啊 要選到人 好 這樣子 好那後面呢 看一下 還在運還在運 這是一個冗長的過程啊 我還運好久啊 那這邊後面我就不再講 不再錄影 我就直接做完前面這段 所一直運球的過程 我已經做到 這麼多了 球 再解釋一次 球上來的點 然後球開始跟手腕連結的時間 然後 連結一點時間之後 將球 打上一個關鍵影格 這樣子球才會在手上 然後 做一個持續性的位置的移動 然後從這兩個點才開始下去 像這樣 一二三 下去 那這中間呢 就是我們手 球連結手的這個時間點 好 我們看一次 好 就要準備上來 那球在 拍打的這個過程呢 好 手腕要做向下壓的動作 就像前面這邊做的 好 我這邊做的不是很細緻 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下壓上下壓上 這樣 每一個 後面每一個都要做這些事情 今天我並沒有再做下去了 好 那重點就是在最後面呢 我們看一下最後的時間 當他準備 抱住球 好 然後要上來 那此時呢 手腕 的動作不應該是這樣 而是要轉過來 要跟右手 準備合抱了 好 所以雖然球已經握在手上了 這邊 在這邊 球已經跟手又連結在一起了 好 當然這個點也不需要 因為球已經跟手握在一起了 那此時呢 就應該是 在這個點上 人的動作層 的這個軌道 點一下 然後必須再加一個關鍵格 因為待會兒呢 我們要去做 整隻手 去跟右手 做 準備 脫球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點就很重要 好 這個點先定下來 那之前不管做什麼事情 到這邊 手一定是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點一定要打 然後往後走 那我不確定他這個時候 是不是球又往下拍了一次 可是到場裡講 在上來之前 已經沒有那麼多時間 再去拍一次上來 握到球之後再上去 可是看那個姿勢 是要往下再拍一次的 那沒關係我們再做一次 咦 手又往下拍了一次 好 那我們就在此時呢 回到看在這裡 這邊是 球仍然握在手上的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加一個 關鍵一個 然後 右鍵 取消連接 好 球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球呢 又下去了 應該彈到這裡 好 然後呢 再過一段時間 又握住球了 因為球又上來了 球 又上來了 這邊 這邊 看一下 只是因為要握住球了嘛 對不對 所以上來的這個時間點 我們的球 就要右鍵 連接到 手 OK 好 好 那在這個點 就是 一樣 在準備要雙手拖球的這個時候呢 的這個前提 這個時間點